勞工爭議是越滾越大 在今天行政院會通過週休二日法之前 勞動部先宣布廢止過去函事 業者不得讓勞工連續上班超過六天 否則就會開罰 不過有工會就認為 這還不是只能做到週休一日 今天特別到立法院 跟國民黨一起召開了記者會 抗議新政府 他們是要過去那裡嗎 我不知道耶 一大早 國民黨立委穿上藍色戰袍 討論戰術 勞資問題越燒越大 這次國民黨緊抓風向 狠狠攻擊新政府 選前口口聲聲說你們為勞工 為什麼今天排定的議程 要讓勞團講話 你們不敢 藍尾一次排開 記者會上氣勢如紅 勞工放假問題輪到民進黨進廚房 不過在新週休二日法通過前 勞動部先向勞工示善意 取消30年前韓式回歸母法 8月起只要勞工連續上班 超過6天到第7天 企業主就要開罰2到30萬 應該是勞工第6天上班 就應該要罰 所以勞動部事實上雖然已經 所掌工時到每週40小時 可是在他們心態上 他們還是認為現在 每週40小時不等於週休二日 這個就是政府官員的心態 工會還要更多 但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義強烈反對 認為這會對觀光業等 淡忘季分明的行業造成極大影響 希望政府勿應選舉考量 讓全體競爭力下降 使台灣步入希臘化 服務業有一些真的是需要說 六日要加班的這個部分 其實大可多聘一些人力來解決 相關人力不足的一些問題 而不是以這種變相的這個 期間上班的這種 違反勞計法規定的這些行為 平衡點就是政府 你本來就要去找尋 然後你的執政本來就是要承擔 這次很明顯看到雙方都不滿意 夾在中間的民進黨蠟燭兩頭燒 企業界影響台灣經濟 勞工界又是龐大選民 平衡點真的不好找 越電TV客製商黃英辰台北報導 這次回到